每天赚取8000美元 通过制作发布这些简单的lofi音乐 只需要制作一些简单的背景图片 而且这不是唯一一个做了成功的频道 有很多的类似的频道也是做的非常成功 比如这个Chillhop Music也是做的非常成功 它发布前一天的视频呢 已经达到了14000的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的收入呢 也是达到了13000美金一个月 好的我们呢也想像他们这么做 并且呢从中赚钱 我们呢只需要一个频道 再加了这些lofi音乐的视频 那梦想总数在本期视频当中呢 将向大家展示如何制作这种lofi音乐视频 并且呢还有将向大家展示 如何采用其他的方法来赚取收入 赚取这个被动收入 因为呢除了就说通过YouTube获取广告收益之后呢 你还可以结合联盟行销 来赚取一个被动收益 还可以通过挂商品链接 还可以通过这个卖会员 品牌赞助等来赚取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从怎么样制作视频开始 首先呢我们需要生成背景图像 我们来将使用我们的media jewelry 来生成我们的图片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 并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写这个提示词来生成图片 那我们呢先来到这个lofi girl的频道 然后呢我们打开它的其中一个视频 好了现在呢我们打开了lofi girl的其中一个视频 然后呢我们要截取这么一张图片 我们先把它全屏最大化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全屏这个画面了 然后呢我们按一下键盘上面的print screen键 然后就把它截取下来了 我们缩小 现在我们已经截取下来了这张图片 呃然后呢我们把它保存下来 把这张图片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吧 这张图已经被我们截除截取下来了 好的我们呢再把这张图进行一下呃 裁剪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裁剪一下 再单击一下 我们把那些有字的地方呢给它不要 就是说我们只剪切呃这么主要的一部分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张图片给剪切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把这张图片保存到我们的呃电脑里面去 好的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mediajury服务器当中 因为有很多新朋友啊对使用这个discord的mediajury服务器呢不是很熟悉 呃在这里呢 蒙想总数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新建服务器 因为呢在不是新建服务器的话呃比如说像这个mediajury的服务器当中呢 他这些房间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在发送 就是说不是不是很方便我们自己查看这些呃图片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新建一个服务器 什么新建服务器呢我们只需要点击这边的加号 然后呢呃添加服务器 然后点击这里的亲自创建 然后点击这里的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取一个lofi music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按钮 好了现在我们的服务器就已经创建成功了 创建成功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去把那个mediajury的BOT机器人 添加到服务器当中来 我们只需要呃点击这个mediajury这个呃服务器 然后我们去到他的任意一个房间里面呃去了他的房间里面之后呢 我们单击右边的这个mediajury在成员列表里面找到这个mediajuryBOT这个机器人 这个选项我们单击一下他 单击之后呢我们点击这里的添加到app 添加到app啊 然后在底部选择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我选择刚才这个lofi music服务器 然后继续点击蓝色按钮呃创建 然后呢这里呢保持默认期可 我们点击授权 好的这里呢要勾选一下呃我是人类勾选一下 ok显示已经成功 mediajuryBOT已经获得授权并添加至lofi music服务器 然后我们前往lofi music这个我们自己的私人服务器里面 好的现在呢就已经到我们的私人服务器里面了 我们呢也可以看到右上角啊 有这个mediajuryBOT的机器人已经添加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了 现在呢是模想总数给大家演示奇迹出现的地方 我们呢呃不准备在这个地方 我们将输入这些呃pront命令来进行生成图片 我们来将使用就是说输入这里的斜杠 然后呢输入describe 打一个第一就出来了 点击这个describe 然后呢用图片来生成图片 好的点击这个describe 斜杠describe image之后呢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呃图片的框 我们呢可以把图片拖动进来 或者是直接选中也可以 我们呢现在这里直接选用拖动的方式 刚才我们呢是这张图片 我们把它拖进来 好的拖进来之后呢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一下enter键点击发送它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点击发送之后呢 就会看到这个mediajuryBOT机器人 已经在给我们进行那个工作了 好的刚才呢好像出现这个服务器出现了一点小的故障 我们在这里输入斜杠describe 然后呢把我们的图片拖动进来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enter发送 好的现在mediajuryBOT机器人 正在给我们响应当中要等待一下反应时间 好的速度很快 现在mediajury已经给我们 根据刚才我们这张图片给我们生成的四个提示词 我们呢要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提示词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一些呃表述这个图片的提示词 好的现在呢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说呃生成一二三四张图片 也可以选择ImagineWord 就是说所有的都生成 祥哥在这里呢呃单击ImagineWord生成四张 以方便我们进行一个比对 好的现在呢mediajury也在给我们生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有四张图片 现在呢我们要等待一下这个时间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mediajury基于这个圆图模板呢 给我们生成了四组图片 这四组图片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的祥哥呢觉得这个第二组的提示词生成的图片呢 比较接近更接近于就是我们的这张圆图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点开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四张图片呢都是呃非常不错的 我们再说一下好的我们呢选中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U1 U2 U3 U4分别把这四张图片呢分别生成一下 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U4就是说生成第四张 现在他就在给我们生成这个呃第四张的清晰的图片当中 好的我们的第四张啊已经单独生成成功了 呃并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点击高清 比如说2X6我们点击这里的直接upskate到6 就是说最最高清的版本 我们点击一下他好的现在呢也是 在给我们生成高清的版本当中 这个呢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显示正在等待 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Midgerl已经给我们生成的非常高清的 一个一张呃图像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片呢我们的电脑里面呃进行备用 好的现在我们保存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来了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点开看一下这张图片 然后呢跟我们的原图做一下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张图片呢跟原图呃是非常接近的 好的这就是这个Midgerl的强大的神奇之处 好的现在图片制作好之后呢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下一步 用人工智能AI来生成我们的Lofi音乐 在这里呢我们将采用这个Midgerl AI点击下进入Midgerl AI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free免费版getstart点击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登录一下我们使用谷歌账号登录即可 好了登录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生成音乐的界面 在这里呢我们有三种生成方式 在第一种呢就是输入一些提示词来生成我们的音乐 然后呢呃还有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类型来选择生成的音乐 比如说这里有Lofi类型可以供我们选择 然后呢还有一些木的这些类型 还有这些activities的类型 比如说nature供我们选择 甚至呢还可以通过这里的search by reference 就是通过链接来生成我们的音乐 那模像总数在这里来直接选择 而这种类型然后选择这个Lofi类型 然后呢时长我们给它调长一点 我们来调成呃三分四十五秒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蓝色的generator track 点击生成 好的现在呢系统显示正在给我们生成当中 需要等待一下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也系统已经给我们生成成功了 我们可以点击停一下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听到啊 这个效果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适合我们的LofiGrow的那种柔和的那种风格 真正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右边的下载图标 download下载 这里来显示我们是免费的 呃这个用户免费的版本 需要到mydownloads这里去添加到mydownload 这个文件夹当中才可以去下载 我们点击一下mydownload 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到了这个mydownload的这个文件夹里面来进行下载它 现在呢它这里要缓冲一下 我们要等待一下 好的现在已经这个缓冲成功了 我们再次点击这里的呃下载按钮 download下载点击 出来之后呢 它这里需要要求我们就说建筑一个YouTube的链接 然后呢也避免这个版权的问题 这里来相当于添加一个版权的白名单 就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们点击呃抗体6继续 好的我们这里点击 agree and download就可以了 点击下 然后就可以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进行一个呃下一个步骤当中备用 好的现在已经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去呃听一下效果 我们刚才下载的这首歌 那我们可以听到啊 这首lofi音乐呢非常适合我们的这种lofi girl这种风格 就说比较柔和比较柔软的音乐 好的下一个步骤来我们将来到我们的开网当中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工具 这里我们首先先创建一个空白的呃视频 这个横板的16比9的 然后呢我们要上传我们刚才的图片 我们直接把图片拖动进来 呃显示呃显示在上传当中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图片也是要呃 拖动到我们的右边的显示框中来 并且呢我们右键它呃把它设置为背景 将图片设置为背景点击下 好的接着呢我们要来给它添加一些呃如何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在素材里面搜索这个下雨 比如说我们搜索这个rini 好了这样呢我们就搜索出了很多下雨的这些呃 素材还有这些视频 然后来我们把这些插画点开 看一下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呃下雨的一些题材 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不错 然后来我们把它呃拖动进来 我们来把它拖动到这些背景里面来 然后来让它有一个下雨的这么一个呃效果 把它拉到最大之间 好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它有一个下雨的效果在里面 但是呢我们觉得它这个太明显了 然后呢我们还要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呃透明度 同样的我们也是点击这个地方呃 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 然后呢我们把它调低一点透明度 再调低一点可以 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 它的透明度呢呃就非常的低了 然后这个雨滴的效果呢呃也是比较半一点 这样呢可以大大的增加了 它这个视频的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效果在里面 然后呢就让呃我们这个图片的这个这个视频的这个 背景的看起来就更加的完美一点 所以我们点击这里的播放它 我们可以看到吧 这个效果呢也是呃非常的这个不错的 可以看一下 好的这个做好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分享 然后点击这个download下载它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进行一个备用也是同样的道理 需要等待一下它生成视频 好的我们的视频已经生成成功了 现在我们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进行一个备用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所需要的图片 视频以及这个我们的音乐音频 是时候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创作出一个漂亮的视频了 在这里呢呃模像总数采用的是剪映 大家呢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剪辑软件 呃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用那个capcat海外版的呃 还用那个pr这些呢都是可以制作出这个合成出这个视频的 没有问题在这里我只是以这个呃作为举例 以这个剪映我们来把我们的素材拖动到我们的呃 拖动到我们的剪映当中去 好的现在我们的就把素材导入到我们的剪映当中来了 然后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素材呃添加到我们的轨大当中来 只需要点击这个加号就添加进来了 呃同样的道理我们呢也可以把这些素材呃添加到轨大当中来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的素材呢呃 它是就说比较少一点 唯有我们的音频那么长 这里呢想个叫叫给大家一个一个窍门 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呃把这张图片就是加进来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图片给拖动 比如说我们一下可以把它拖动到这个音频的呃末尾的位置 然后这个呢我们呢可以这个视频呢我们可以把它呃 拖动到合适的位置 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lowfag road的视频呢 它实际上它的时长都是比较长的 这个达到了有一个小时 我们呢只需要呃复制粘贴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音频给它Ctrl C一下 然后再Ctrl V再粘贴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这么一些呃视频 同样的这个视频呢我们也可以一样的道理 我们Ctrl C 然后呢再再Ctrl V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这些呃视频 可供我们使用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粘贴 就是我们再放的就放进来 好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呃效果怎么样 当然这个是采用的图片啊 其实是在这里视频的话 有这个刚才我们的下雨的那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 好的我们来先把这个图片给它删除掉 当大家也可以采用图片呃 采用这个视频的图片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采用这个这个视频呢同样的 我们把它要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然后Ctrl V把它拉进来 然后呢我们再复制这些 再在这里Ctrl V把它拖下来 好的 我们再复制这个全部 然后再Ctrl C再Ctrl V 直到我们把它这个设置满 大家来想要多少时长啊 就这么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也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个地方我这里呢 就暂时我看一下 这里还可以复制一下 粘贴一下 好的 非常的完美 也是 然后这里还多了一些 多了一下 我们可以把音频也同样的 也复制一下 复制粘贴一下 好的 然后呢把它拖到对齐 好的 我们现在其实只是使用了这一个片段 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两个片段 同样的可以操作 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 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 预览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完美的 大家呢 这里我只有弄了9分17秒 大家还可以Ctrl C加Ctrl V 复制粘贴 想要一个小时也是可以达到的 是多复制几段 并且这里另外两段素材也是可以用的 这里有几段 大家还可以制作更多的素材 这样呢 画面就更多一点 不过这样呢 已经非常完美了 其实它做好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点击右上角的导出 然后呢 这里选择一个导出的地方 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导出 然后就是备用 好了 现在我们选择一个文献夹 然后呢 这里呢 也可以重新命名一下 命名一个Lofi Music 然后呢 我们点击导出 即可点击导出 好的 现在呢 显示是正在导出当中 这个呢 需要一些时间 好的 我们等待了一下呢 可以看到已经导出成功了 导出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各大平台 进行上传 然后赚取被动收入了 我也不是仅仅仅限于YouTube 其他的平台呢 我们同样可以上传赚取被动收入 现在呢 我们来预览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的话 也是非常完美 非常不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原视频的效果 这个呢 跟它是非常接近 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看 这个画面的清晰度 还有这个音乐 都是OK的 呃 我们的视频还没完 现在呢 翔哥在视频最开始 向大家承诺的 要给大家介绍多种 赚钱的方法 那现在呢 就是还有另外一种赚钱的方法呢 就是可以让大家开始马上赚钱 就是通过联盟行销的方式 比如说像它这里就挂了一些 非常多的联盟的一些链接 包括还有一些商品的链接 在这里都可以马上进行赚取收入 我们呢 也可以把联盟链接呢 放到我们的描述栏里面 然后呢 翔哥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呃 非常不错的联盟网站 比如说像这个 Clickback 只需要在这里注册之后呢 你就会在这里呢 发现有数以百万计的 这个一些offer 一些联盟 可以提供给我们进行一个推广 赚取用金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Digist24 Digist24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联盟网站 跟Clickback其实是差不多的 它呢是一家德国的联盟网站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切换成英文界面 刚才是德语 这里的注册呢 那个登录呢 都是差不多的 跟Clickback 然后另外一个呢 非常不错的联盟网站呢 就是这个VarioPlus VarioPlus呢 大家呢 同样的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FreeSignUp注册 然后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联盟网站 可给我们选择 那除了联盟赚钱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通过这个用户的赞助 还有这些品牌的一些广告 品牌交易来进行赚钱 还可以就是说 通过这个电子商务的方式来赚钱 比如说像这个LofarGrow 这里就是也有出售一些 很多的食物的产品 来赚钱 所以说收入呢 也是多种方式的 而且你的这个用户粉丝数越多了 随着它的增长 一定会有很多的商家 会过来主动找你做推广 找你来做一些广告 这是肯定的 比如说像它这里的社区 里面就有一些赞助 然后还有它的商店 这些呢 就很可能是一些商家的一些赞助广告 好的 那本期的干货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想个人也是讲的比较详细 当然还有更多的那些联盟的内容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想个往期的视频也有些介绍 然后呢 这里呢 就不展开讲了 然后大家呢 就是要多做一些此类的视频 然后呢 重复的去做 然后频道呢 也是要像它这样保持一个垂直度 千万不要发布杂乱了 然后呢 一直做下去 因为呢 这个也是非常一件有趣的事情 大家呢 一定会赚到数十万 甚至数百万的美元收入 好的 本期课程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程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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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